景德镇在清明时代被誉为江南四大名镇之一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 至此历史悠久 瓷器精美绝伦 闻名全世界 有瓷都之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麦九的分水又得真谛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黄小红是黄麦九的女儿 出生在陶瓷世家 祖父黄芳胡擅长青花花鸟焚彩山水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青花大王黄麦九 在祖父黄芳胡的传授和指导下 对绘画有着极深的感情 三十多年来 他自幼伴随其父左右耳濡目染 带着对陶瓷艺术的仰慕和追求 在父辈的面兽耳蹄之下 在青花意愿的热度上有所建树 他利用深入生活之机 仔细观察花的一容一箍 鸟的一漆一鸣 亦或是偶见的胶枯帘棚除的标本 也是他邻母的写生素材 并以此练习笔墨技巧 积聚着钱呢 渐渐地 他在青花分水瓷画上破土而出 吐露出勃勃生机 可以看到诗成其父黄麦九的旅痕 其间涉及了古代前人和诗长辈作品深邃大度的气韵 画平凡腐朽为神奇 以小观大 以平见齐的艺术精神 作为年轻一代的陶瓷艺术家 黄小红无疑是成功的 他创作的作品在全国深受同行和收藏家的喜爱和肯定 2009年 黄小红女士捐赠的青花分水梅瓶《暗香》和瓷板《喜春》 被陶瓷博物馆收藏 2011年 百年好和《青花瓷板》在第四届中国江西旅游工艺美术作品设计创作大赛中 荣获金奖 韩春一点香 获第九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传统艺术金奖 弄春 获第九届中国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创新艺术金奖 何瓷青香 获第九届中国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金奖 2005年 瓷瓶《醉春》获杭州西湖博览会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优秀作品奖 2009年5月 出版了个人专辑《青花小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